来咱们一会儿来说一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就基本就模仿前面那个去重新写几个方法 然后这方法呢大概两个 一个是算成的一个是除和鱼的 各这边我们来写一下 还是先先创建两个包吧 RPC这个server2 RPCClient2 Client 还有这个server 哎不是写写差 对 然后呢在这里边我们先来写这个复端 复端的话 根据刚才的这个套路我们是不是得先有一个空的结构体啊 给它用于这个绑定方法 先来个结构体 来个type 然后typ type 咱们是进行这个运算 这个名字呢你随意啊写什么名字都行 不过呢你一定注意一个大写就行 好 那么第二个第二个呢你得写个什么接收客端参数那个交流体吧 刚才咱们看了它那个成法还有什么除法肯定是接两参数 嗯 type 参数 type 呃这个参数呢这边 这边这边就定一两吧 这边就定一两吧 us request 这里边写两个参数 然后就一个a一个b吧 int 这个是参数 然后呢咱们这个返回值 刚才我看有推返这个返回值是一个一个写的 就是先先来个result1 然后再来个result2 这个不行 咱们得根据它这个要求来 它那个要求说你第二个参数才是你返回值 也就是说你返回值呢只能放在第二个位置 是不是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返回值还是封装成一个结构体啊 啊 再来个这个返回值的结构体 type 啊 res bounce 好 返回值里边我们大概是需要三个东西啊 三个东西 一个是成积 一个是商 一个是余数 一个是成 大写 成积 然后一个是商 商 还有一个是余数 余数 对 哎 哦 int 大概是这么三个返回结果啊 呃 这些前期准备定义好之后 下面写那俩方法就行了 然后一个呢是运算乘法 乘法运算 运算 嗯 type 然后给它绑到那个结构体上 哦 不是写晕了呢 放开是吧 给它绑到那个结构体上 呃 绑到上面那个 as上 as 好 惩罚 发现自己这个英文好像挺差劲的 是吧 惩罚大写 惩罚吗 不是这些 你看这成积商什么的 这个英文宝评 是吧 呵呵 你们这英语都几集啊 秒杀我这八题是吧 来 这个给它点参数啊 然后第一个是咱们的请求参数 req 然后就是上面这个结构体 然后第二个是结果 结果呢 用它 这是 res 这个第二个 你注意还必须是一个指针类型 然后最后还得反复一个erro 啊 大概就写这么一个东西 呃 那么这个 这个里边咋写呢 里边其实我们这算乘法 就是返回值 那个成法给它个值就行了吧 对 成成绩 对就是第一个 成绩等于谁呢 等于请求参数的 a 乘以请求参数的b 啊 这就行了 啊 那个异常呢 还是没什么异常啊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商和余数 余数 方神 呃 其实除了名字不一样 它其他的这些应该是一样的 嗯 这起个名 起个名叫 啊 行 除法 除法 呃 在这里边的话 嗯 你可以给它返回一个erro啊 就是说你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你请求参数的 b 然后如果说它得零 啊 这种情况应该会有一个异常 这儿你就可以给它创建一个异常 aerro4 aerro4.new 给它写一下 就说这个除法呀 除数 除数 不能为零 啊 这个就返回一个异常了 然后如果正常情况的话 它这个 res的 商 第一个商 商就等于a除以b 是吧 除以req.b 然后它的那个余数 余数就等于req的a 啊 这个余数是取膜 呃 取膜 req的b 啊 取膜一下 呃 还有一个异常 这块是没有异常了 OK 你看这不就这样两个方法吗 嗯 啊 然后后边这个 me里边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呢 你得先注册一下 第一步还是注册 rpc.register 呃 里边注册的就是上面那个结构体 rpc.register 是吧 把这个结构体注册一下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什么rpc rpc.handle rtp 哎 这绑到rtp的 也就是说 以rtp协议呢 作为一个rpc这个赛体 然后去进行传输 把这个复端进行一个监听 rpc.register 端 端口给他一个8080 然后第二个是new 嗯 这就行了吧 啊 这是复端啊 复端完事之后写一下那个扣端 嗯 客户端 这个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套路啊 客户端这边 我也是需要那个结构体的对象 啊 还有那个什么 这回再加一个返回值的一个对象 这边都需要 也就是说把这俩复制一下 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边呢 写那个主函数 呃 这里边第一步还是 第一步是连接服务 连接远程的服务 呃 用rpc.del 哦 就是第一个 delltp 这里边呢 传tcp 嗯 冒号8080 呃 如果说他连上的话 正常的返回一个connection 和一个异常 往后等于 哎 好 把这个异常处理一下 嗯 打印 呃 OK 处理完异常 这时我们就可以去去这个访问了 对 访问的话 connection.call 呃 大家看 这点call呢 第一个我传啥呀 对 第一个是结构体点 他绑那个方法 嗯 这个成法 好 这是他访问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他的请求参数是吧 啊 请求参数我个上面单写一下 请求参数req 就是用上面那个结构体去封一下 嗯 我们那边是 9乘以2 那就9乘以2 行 req 这么一传就行了 那么最终呢 经过复端的一个运算 回到这边 回到这边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用这个返回值的结构体去接收呀 对 所以说这个你得再声明一下 回一个res 就是他 然后这边呢 取地值res 这就可以了 呃 复端那边运 运 运 运行之后呢 来这边 把这结果负给res对象 res对象 也就是这个response对象 那么这个成绩就应该是有值了 啊 那么运行好之后 我们在下边就可以取这个值 这块应该还有异常 呃 好 这个异常处理好之后 我下边打印一下这个结果 嗯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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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谁 乘以谁 等于谁 啊 去理谁上谁呢 是请求参数的 这个A 这个A A 乘以请求参数的B 等于这个结果的res的成绩是吧 啊 大概这么一个打印啊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运行成不成 先把这个负端给运行 啊 这边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 克兰特 看到九成二十八啊 这个第一个方法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再调一下 第二个把这个复制 复制到哪 到这儿是吧 这个再改一下是吧 嗯 这是三 啊 对 改成斜线是吧 改成斜线 然后他除以他 等于他 嗯 来个逗号是吧 来个逗号 然后商 等于他 嗯 然后余数 等于他 啊 A和B 然后第一个是商 点 商 第二是点 鱼数 这就行了 这边 付端 扣端 好行 他最终呢 这么一个运算结果 这就可以了 嗯 把这个关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用RPC 又写了另外一个程序 呃 其实呢 后边大家这个写程序 基本都是给封装成这种对象啊 因为像前面第一个例子 你直接一个结果 内容情况比较少 一般呢 我们返回结果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字段 你都给它封装成一个对象比较好 哎 这是第二个程序 我这儿再给结一下 扶端 嗯 下边扣端 嗯 OK 然后写完这个之后呢 咱们看下边这句话 下边这句话说 另外这个接散RPC库通过接散格式编码 支持快语言调用 这个概念我们刚才说了 其实像我们上面写这种RPC程序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包呀 用的是net.rpc这个包 我们也说了这个包 如果你写RPC程序 它那编码方式是gob方式 那个gob呢 它不支持快语言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不用那个RPC包 我们用RPC下的接散RPC这个包去做一下 这个包如果写出来的程序呢 它是接散格式进行编码接码 所以说 它是支持快语言的一个调用 其实写这个呢 我们就不用都重写了 就搁上边这个程序里边稍微改动改动就可以了 来这边看一下 还是先看这个服务端 服务端 服务端的话 其实像上面这个结构体 us 和这个参数request response 这些不用动 因为这些呢 你不管什么方式访问 它都得有请求 有响明 我们这动的呢 是下边这个may里边 这块需要动 大概需要怎么动呢 咱们看一下第一步 之前这个RPC呢 是注册一个服务 这块其实用接散RPC 我们只是编码格式变了 但是注册呢 还是得注册 也就是说第一步是不变的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之前写的是RPC.handleLTP 我们说呢 是以RTP作为一个载体 然后去跑这个RPC 对吧 这是之前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概念 看一下有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呢 在这儿 这块你看 大家看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接散RPC这个库呀 它目前是GVTCP协议实现 这怎么样 不支持RTP传输方式 是吧 所以说你第二句话 绑定到RTP 它肯定保错的 它现在官方 它不支持这个事 所以说第二句开始 我们得改一下 来这边改 所以接散RPC是明文的吗 嗯 也不明文 它主要是 它主要是 以那个接散编码 它不能那个什么RTP 这个 其实你要是让它能 它也能 但是官方 它没写那个功能了 就是说目前 每天不支持这个功能 你像咱们后边 后边讲那什么 JRPC 其实那个功能就比较全了 嗯 然后目前咱们讲 这是标准包的啊 然后就是说 咱们从头看嘛 先看标准包 再看那个 后边的一些工具 怎么去用 嗯 然后也就是说 第二步 这块是不行了 不能用RTP了 这块得那个什么TCP了 是吧 把这句先住了 这句就也住了 那么这块先改一下 第二步应该就是监听服务了 直接去监听 直接呢 进行这个net 点listen 第二个 怎么listen呢 然后直接传一个TCP 然后一个地址就行了 8080 呃 listen这个监听方法呢 它最终返回的是一个listen对象 和一个异常 也就是说 这边接一个listen和一个异常 异常 异常 异常完事之后 那么下边用这个listen 大概怎么去做呢 大概怎么去做呢 这块我们应该写一个第三步 就是 循环监听服务 啊 在服务单这边呢 因为肯定 客户端不停的去访问他 他这边循环去监听就可以了 来一个fo 循环监听 用上边那个listen.accept 这个其实讲网络编程时 我们就这么写的 listen.accept 它呢 会返回一个 你看 它会返回一个连接 对 这个返回的谁啊 就返回的是 跟它连的那个口端的一个连接 嗯 这边来一个连接 一个error 那这个连接呢 其实你想 每连过来一个口端 它是一个新的connection吧 你再连一个 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呀 就是很多的口端 同时可以去连我 所以说呢 这里边 你得写一个鞋程 然后这个鞋程 把上边的connection 给我传进来 就是里边 go function 相当于一个匿名函数吧 这个匿名函数 传参 还记得怎么传吧 是不是你上边的connection 应该搁这传呀 对 这是传具体参数的 然后上边 它自己这括号呢 是写那个 写什么 写这个数据类型的 是吧 这个内型呢 就是net的connection 这么传进来 那么你每连进来 一个口端呢 它就是一个新的口端 这边你给打印象 因为不打 你看不出效果 这边就是一个新的口端 然后具体 具体的 因为它是接线RPC的 所以说 在调一个接线RPC的server 连接 这就连上了 这是我们如果用 话语言 这种接线RPC的方式 它的服务端呢 就 稍微多几行代码吧 比那个RPC的方式 好 这是服务端 然后扣端那边呢 也得改 在扣端这儿呢 其实 我们之前这儿连的是 RPC的扣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是接线RPC的扣端 所以说这个也得改 我给注意一下 现在呢 就改为这个接线RPC 点 嗯 它有一个Dev 对 大家发现 这时它引的包呢 是NetRPC的接线RPC 这个包的 点进去 然后它后边传的东西还一样 返回值呢 应该也一样 只不过就是说换一个API 换一个API呢 它那个编码方式就不一样了 好 接着跑一下这个服务端 这边监听着 然后跑一下扣端 嗯 这个算出一个 然后这边呢 是拗了一个Client 然后你再跑一个扣端 就又拗一个 这边是因为循环监听嘛 对吧 好 这个关掉 OK 然后刚才呢 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用勾让它这个原生的包 写RPC和这个接线RPC 两种程序 后边呢 咱们会用工具再去写 这块给大家截个图吧 在扣端端这块是这里边要变的 然后扣端这边是这儿变的 你这边的特别的地方是适量的 但是可以放松到这个顾倒적으로 但是可以放松了 这里做成用文的